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面跟大家聊到了联系导师的问题 我们现在接着这个系列 跟大家聊一下 很多考研的同学或者保研的同学 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作为门面的学术简历 今天这期我就要站在老师的角度 分享给大家学术简历书写的一些tips 无论是提前联系导师 还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都需要一份学术的简历 这个简历最好是在一页纸说清楚 老师通过这一页纸或者面试官 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看到学生的基本情况 专业基础和科研经历 所以说这就意味着 大家写的东西需要是 心仪学校看中我的简历和经历 而不是说我干过的事的集合 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对能够写在简历上的经历进行取舍 一般而言的简历打致分为几个部分 基本信息专业背景 科研经历和能力 综合素质 以及其他比较亮眼的技能 以及你的性格 可能包括这些 下面我来具体的说一说 每一个模块在我们这个学术简历中 需要如何的展现 有什么值得大家注意的点 首先是基本信息 你的姓名 证件 出生年月 个人邮箱 政治面貌等等等等 这些基本的 第二个部分呢 教育背景 就是你毕业的院校 你的专业 入学的时间 毕业的时间 具体的GPA 以及你的排名 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非常慎重 这些是你基本的个人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呢 可以帮助老师 对你这个背景呢 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 像这些基本的信息 客观的东西 一定要如实填写 认真的反复去确认 不能有任何的伪造啦 瑕疵啦等等 然后呢 可以简要的提及 自己的主修的课程 这里呢 需要对大学4年的这个课程 进行一个筛选 原则是选你要报考的那个专业 非常相关的课程 当然这里边你也可以选一些 既相关 你成绩又好的这个课程 是吧 然后把这个课程的成绩 写在括号里边 放在哪里 因为这是你一个特色 也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比如说你报考的专业 也是人力资源管理 你本科学的管理学 应用心理学 心理测量 组织行为学等等 这些呢 就属于比较相关的 基础性课程 如果成绩比较好的话 当然这也是一个加分项 另外呢 英语作为大部分导师 比较看重的能力 成绩也可以写在这一个部分 或者写在最后一个部分 如果呢 你是一个高分 通过四六级考试 你可以标注 还有呢 如果你通过了雅思考试 是吧 或者托福考试的同学 也可以把你比较好的成绩 标注出来 第三个部分是科研经历 这个部分非常关键 你可以听出来是吧 前两个部分法善可乘 认真去做就可以了 老师过前两个部分的时候 一般心里是不会有悸动的 而且这两个部分 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聊的 因为这毕竟是面试对吧 老师要找出可以跟你聊的点 而科研经历这一部分 可以说欠人欠面了 有的人呢 几乎什么也没有 或者没有什么亮点 就没有把功夫下在这上面 有的人呢 哎呀 非常的丰富的科研经历 看了以后就特别的心动 所以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看科研经历 这一部分怎么去做 科研经历包括什么呢 可能包括你参加过的竞赛 以及呢 一些参与其他老师的项目的部分 我们一般会把重点放在竞赛上面 就是学生圈里边比较懂的那些东东 而忽略了参与过一些老师 比较成熟的项目 里边做过一些 比如说书记收集了 比如说做过实验了 当过主师了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一部分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没有引起同学们足够的重视 同时呢 需要去指出来的是 这一部分呢 你一定要写明 不管你这个经历是什么 你在这里边的角色要强调清楚 为项目做出了什么贡献 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相关的科研的经历和能力 大家可以按照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项目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你付出了哪些实际的行动 最后得到了哪些成绩和结果 这样的这个结构来串联和表述 你要把这个东西去具体的写出来 做过科研 对科研有概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呢 如果说你进了这个视频 你不是一个考研的同学 你是未来要考研的同学 这里也给大家一个警醒 科研经历对一个人去面试 未来读研究生来讲 尤其是学术研究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 大家一定要在本科阶段 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像我自己的组里边 就有二三十个本科的同学 在一起做着国家自科这样的项目 那你想象一下 这些同学在未来的面试中 把这些相关的经历包装在简历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够平行去PK一看 原来他还有一些老师的语境里边 看重的 看得懂的科研经历 这个一下就加了分了 如果呢 你是那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 你有科研发表 那我认为呢 你可以把科研经历和科研发表 列成两个条目 这样的话能让你的科研发表更加醒目 在科研发表的部分呢 你要列清楚你的论文名称是什么 你是第几个作者 发表的期刊是什么 发表的时间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接收的 也是可以去被认可的 写完的作品也可以当成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列在这一部分 如果还没有写完 就可以不要罗列了 下一个部分是所获得的荣誉和奖励 很多同学呢 会在这个部分 大篇幅的陈述自己的成就 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分清主次 按照奖项的重要程度 比如说国家级列在最前边 首级市级 慢慢这么去罗列 社会实践部分呢 其中可以包括这个学生工作啦 实习经历 这一部分的核心目的是告诉别人 你除了做研究 所谓的看书看paper 然后琢磨学习这些认知能力以外 还有另外一部分非常重要的能力 叫做社会交互能力 对吧 尤其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 跟人打交道交互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 所以能够让别人看到你是重视这一部分能力的 并且在本科的阶段有付出实际去提升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学生干这些的话 可能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人没有那么自私 对吧 有的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说 会不会有导师 或者是那面试的老师 觉得参与了好多学生工作的学生 觉得他们没有时间 不会全情投入到学习中呢 可能会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要有所取舍 你把你参与的这些东西里边找出两三条亮点 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不宜过多 不然会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些风险 至于实习经历呢 我觉得如果有并且和专业相关的话 可以写一两条 如果不是特别相关 或者说没有的话 也可以忽略不写 因为这不是一个工作简历 是吧 这是一个学术简历 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个人的技能 你要写一下亮点技能 比如说呢 你掌握的一些专业的软件啦 编程的能力啦 然后也可以提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是你那些比较有意思的点 是吧 提一两点就可以了 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综合的素质 再补充一点 如果科研经历 或者科研发表比较薄弱的同学 可以在最后一个部分 补一点这个自我的评价 去展现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的光辉 对吧 比如说有的人 你前半并没有 你是有你自己客观 实际的局限的 但是你这个个人的性格 非常愿意去配合 非常愿意去在一个团队里边 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等等等等 你自己去思考 是吧 也可以算是一个个人的亮点 总而言之呢 一页纸非常的短 大家一定要有所取舍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的考研上岸之路 有所帮助 也真心的祝福 大家能够如愿上岸 这个系列已经三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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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